請問一下那個翠亨村在哪裡 他要去廣東省中山縣翠亨村 國父的故居 然後你到那邊喔 真的它上面也是寫國父紀念館喔 裡面真的是有一些三合院 就是以前國父住的地方 然後園址旁邊蓋了一棟 也就是國父紀念館 那我們就進去看裡面有很多的史料 就是說當年什麼八年抗戰 然後有些史料 看了心情很不好啊 因為 不是 因為就是很悲傷的一段過去嘛 對不對 那出來以後說 好 那那個司機大哥又問了 好 那兩島那這看過了 那現在要去哪裡了 那我爸就說 那中午了嘛 肚子也餓了 那找個地方吃飯 我們就回去吧 就這樣喔 澳門之旅就結束了喔 我還去珠海喔 人家問我說去珠海幹嘛 我說去看國父紀念館 你上次這個不合群跟愛抱怨 是 第三名什麼呢 第三名規定太多的控制狂 你們會嗎 你們好像都很自由啊 沒有 我跟你講齁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我跟杜利跟馬丁去泰國嘛 我跟馬丁私底下做什麼都合得來 但是呢 這一次我發現我跟他 只有一個地方合不來 他走得超快的 他腿長啊 不是 不是 問題是不是這樣喔 他超急的 我跟你講 早上起來有沒有 就是已經來到旅行嘛 想要好好放鬆 而且杜利不見得就是一個晚上 我們很擔心嘛 終於找到杜利 OK 現在中午起來 我們在飯店的老闆 好好喝一杯酒啊 聊天啊 結果呢 他不到五分鐘 快點啊 走啊 快點啊 快點啊 你要去哪啊 現在很熱耶 沒關係嘛 走一走嘛 沒關係 好笨啊 我心裡想說你在急什麼 OK 就出發囉 然後就是做三步 馬丁已經不見了 然後看後面 杜利還在那邊 我卡到床間 然後馬丁說 快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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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杜利 杜利在後面說 等一下好熱喔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怎麼辦 然後就是馬丁前面超遠的 已經他到捷運站 那杜利還在那個羅賓在那邊 我在中間 然後他還罵我 快點啊 然後他每一句話 馬丁你急什麼 他每一句話就這樣跟我說 泰國嘛 然後呢 然後 譬如說 到一個地方 我們吃個東西 吃完飯就聊天嘛 吃完飯喔 杜利還在吃 還在喝 走了走了走了 馬丁 都走了 馬丁 馬丁 然後杜利在那 等一下嘛 我們看到東西 最重點就是杜利嘛 對啊 但是杜利哽不上 不過你們剛剛講的控制 都不嚴重 你們有沒有出國前 要弄一個 你知道陳哥真的是 控制狂耶 怎麼樣 我們上去美國 他會把我跟佩甄幾個人 叫到他家裡去 開會 開會喔 然後就為了要寫 schedule round down 幾點到幾點要幹嘛 他也把各製作單位 都叫去他家開會 開會啊 那你知道因為我們是要去美國 所以其實美國的車程那些 都要算在裡面 然後呢比如說我們要去Vegas 他又想要去看秀 那有去過Vegas看秀的人知道 你一天要趕兩場秀 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Vegas你要坐計程車去 又很貴 那你走路去又要時間 對啊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 晚上趕兩場秀的 對 他就說不管 他可以穿球鞋 他就說他要趕兩場秀 就不管就叫我幫他訂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位名是什麼呢 前面已經夠令人火大了 對 斤斤計較的小氣鬼 真的 這有更長應該很多故事吧 蛤 我有 就有一個朋友 他是 他覺得他實際很健身 可是其實他真是小氣鬼 然後我們有一次去墨西哥 就是要做一個 我覺得做一個比較好的飯店 但是在墨西哥不貴 可是他覺得很貴 所以他一直開始 就一直抱怨 好貴喔 所以他就是去那個飯店 我們有發現他的 有很多那個加聯帶 然後就是一盒的 我說欸 帶這個要幹嘛 他說 就是如果只要那些東西 就是很方便放啊 我們說 OK好啊 然後就去那個buffet吃 然後就發現 哦 原來他只要用這個打包 是不是 所以他就變成打包王 他就是要那個buffet的食物 他就是拿很多 然後一半的 就在盤子上一半的 就偷偷的放進去那個 加聯帶 嗯哼 然後他 這樣子已經很 我會覺得很丟臉 如果被看到 我會覺得 我天啊就不要這樣子嘛 他說那你就幫我看一下 這樣子我才不會被發現 我之前去日本 去天流夜 他只換了兩萬台幣 怎麼過啊 然後我想說兩萬台幣如果是男生 應該還過得去 但是女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要去吃那個比較高級的燒肉 就是一個人可能幾千塊的那種 就是比較貴高級的 我們想說 難得嘛都來了嘛 到地去吃 然後他就說 嗯 那沒關係 我點一杯飲料就好了 蛤 然後我就想說 蛤 我們要吃東西 然後你點一杯飲料 這樣在旁邊看我們吃 這樣不會很奇怪嗎 我們大家也就是會 餘心不忍 你剛剛說他換多少錢 兩萬台幣 台幣兩萬耶 就是七天六夜 七天六夜我想說怎麼可能夠 怎麼可能 對啊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 那不然我喝完這杯飲料 我去旁邊逛一逛就好 你們吃完我們再會喝 他說有必要這麼可憐嗎 然後我們大家就想說 好不然這次我們大家 幫你分享掉這個錢 然後說不知他接下來這幾天 都是這樣 我們要去看什麼 要去買什麼 他說那我先去旁邊逛逛 蛤 就是他不想要參與到我們紅 花錢的行程 因為他只有換兩萬台幣 那也是碰到你好心啊 要是我們說 好啊我們大家打個 對啊 我也是耶 那不然你先去 我們待會會合 對啊 你們以前幹嘛出國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台灣人 然後他去日本 然後到了那邊 他就說 他只還了八千塊台幣 八千塊 然後他說 然後就是這五天的預算 五天的預算 就八千塊 然後包含住宿 那個人是不是從美國 北卡羅蘭州來的 其實不是 但是我覺得 很有可能就是他們有關係吧 沒有 因為好 我們他到了那邊 然後說八千塊的預算 然後這個也是 保含他要買一些紀念品 什麼的 對啊這不可能 我可以算一下匯率嗎 我看一下八千塊的多少錢 你去那幾天吃飯就不夠了 對啊 可是這也是說 好 因為他就是說 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控制一下 我們不能去 八千塊才兩萬五日幣耶 兩萬四 兩萬五 對 所以我們 他就叫我們控制一下 不能去太貴的地方 不能吃太貴的東西 什麼的 好煩 可是因為我們就是一堆人 他就每天就吃便利商店 就好了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怎麼會一直講那麼大聲的 日本的消費本來也不是很便宜嗎 那因為我們去那邊 我們一定要去酒屋啊 去拉麵啊 然後燒烤啊 肯定呢 然後每天都要趴一下嘛 去外面喝酒 喝酒一甜就沒了嘛 可是重點是說 他覺得他沒有什麼不好意思 因為每一次 我們就是 我們還是就是我們去吃我們的 雖然是算比較便宜一點 我們沒有就是盡量 喝然後吃 可是每一餐 他就封不起 然後就是變成說 他要 那他坐在旁邊幹嘛呢 對 沒有 可是他還是一樣有吃 一樣有吃 一樣有喝 然後他還是就說 這個我有點敷不起 然後就是要我們其他人 所以他先吃完喝完 來敷攤 吃完喝完再跟你講他敷不起 對 那他這個擺明 這個比舒子晨的朋友還餓烈 對 他擺明大力 對不對 人家還說我點一杯飲料就好 我坐在旁邊 對啊 好餓烈喔 太餓烈了 但是如果以招數的話 他的朋友高超 對 因為你講裝可憐 然後再滴一個兩滴類 對 他這個大家就會很討厭 因為擺明你要分享他那一份 而且你吃完才講 對 像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 就是 就是 預算沒有抓好 也是你生命中最後的十天嗎 對啊 不是 不是 就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 我預算沒有抓好 我就換台幣換得太少 然後我是帶三個小孩 來 結果呢 我們就去樂園玩 結果我不知道說 第一次 樂園的門票也很貴 超快 很貴的 然後呢 又加上 快速通關更貴 又加上 又加上我們要快速通關 而且他們家人又多 對 然後結果就發生我 我跟小珍在那個環球影城 門口吵架 他在門口給我發脾氣 怎麼說他憑什麼 因為 因為我要去樂園 憑他穿得像一根香蕉嗎 BANANA